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 大家还记得这一季 我们的主题叫做 我父的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分享是 如果我们只在外面观望 或者是有所保留 甚至是批评论断 可以放第一张吗 这个家永远都不可能会越来越好 唯有放下偏见 透过维生 尊荣 支持跟参与 这个家才会越来越伟大 所以跟你旁边的说 这个家需要你的参与 Amen OK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我父家的成年礼 我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现在九月 已经越来越接近 这个犹太人的新年了 所以我今天分享 这个成年礼呢 也是 我觉得也是受到 这个犹太人 他们这个成年礼的这个文化 但是呢 我要你知道一件事情 成年礼 不只是犹太人 或是某种种族文化的仪式 成年礼 可以在家里面的这个成年礼 是天国的概念 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 都已经是几岁的人了 怎么都还像长不大的孩子 或者是听到有人说 都已经当爸妈了 怎么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或者是都大学毕业 出社会工作了 怎么还是不能够独立 或是年轻人 你也太容易崩溃了吧 怎么都没有承担力 我告诉你 为什么 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 有着成年人的外表 里面却是不愿意长大的小孩 他们爱玩 情绪化 任性 缺乏纪律 自我克制力低 逃避工作跟家庭等等 这些成人的责任 或者是你会发现 很多人 他们频繁地更换工作 不然就是还在家中当啃老族 面对人生挫折 或是不如意的时候 他们容易沉迷于网络 电玩 酒精 或是药物 他们用这些东西来麻痹自己 心理学呢 就用彼得潘症候群 就是Piller Pen Syndrome 这个词呢 来叙述这些在社会当中 还未成熟的成年人 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社会 有很多的成年人 他们其实还像是 长不大的孩子一样 而你知道在神的国当中 在神的家里面 也有Peter Pen Syndrome 也有这个彼得潘的 症候群吗 原案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凡接受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利 成为神的儿女 这边讲到 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 讲到的是children 意思是说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就是神的小孩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就是神的小孩 这个身份 虽然不用赚取 但是成熟绝对不是免费 跟你旁边的说 成熟绝对不是免费 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 你不用赚取 但是长大成熟 却不是免费的 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请 因为蒙神的灵 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会发现 儿子跟孩子不一样 儿子呢 他是已经长大成熟 能够继承产业 可以承担一起建造 附加责任的儿子 才会称为叫做儿子 OK 所以他是已经长大成熟 他是可以一起承担 这个家里面的责任的 才会称作为儿子 以佛所书第四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 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 可以长大成人 达到基督丰盛 长成的声量 在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分享 身份这个主题虽然重要 而如果你有上过 这个不同 不同凡响的自由 我们十月的时候会开课 你知道吗 改变五个层次当中 最高的层次 就是光顾你的身份 可是你要知道 虽然身份很重要 但是他与你的努力 是无关的 我再说一次 身份很重要 但是他跟你的努力 没有关系 跟你懂多少 也没有关系 你知道你是怎么样子 领受你的身份吗 是当你听见神说话 下一章 当你听见神说话 你凭信心瞬间领受启示 你才会得着的 我再说一次 身份最然是改变 五个层次当中 最高的层次 他是当你听见神说话 凭着信心瞬间的领受到 这个启示 你才得到的 然而要长成 埋有神儿子基督的声量 却需要你付上生命的代价 我再说一次 身份是免费的 是神白白的恩典 可是你要长成 埋有神儿子基督 长成的声量 却需要你付上生命的代价 但不是要你去死 虽然上一季 我们讲到很多 向自己死的这个信息 但是不是要你去死 我告诉你 死虽可怕 但是不难 因为有很多想死的人 他们其实是在逃避 想死的人他们在逃避 而是你要全然降服的 为主而活 再说一次 你要怎么样付上 你生命的代价 长大成熟呢 你要愿意 全然降服的 为主而活 不是为主而死 为主而死 很多人觉得 我为主而死 No 为主而活 才是真正困难的 可是你要全然降服的 为主而活 所以你要知道 孩子 我们看下一张 孩子必须要经过成年礼 才会成为继承事业 跟产业的儿子 你绝对不会 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 大企业的话 然后你是总裁的话 你不会把你的公司 交给一个小孩 不管他 你多爱你的小孩 你不会把 他什么 他必须要经过一个 长大成熟的过程 他才能够成为继承事业 跟产业的儿子 那成年礼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个 成年礼跟父亲有关 成年礼是跟父亲有关的 这是为什么你知道 无父的咒诅 我们在这一季里面 一直讲到这个 无父的咒诅 无父的咒诅所影响的层面 它会远超过 你所能够想象的 所以成年礼呢 就是父亲邀请孩子 男孩 经过有一个通过仪式 透过这个仪式 父亲跟其他的男人 认可这个男孩 成为男人 所以成年礼 就是一个通过仪式 通过仪式是什么呢 通过仪式 它的英文是 right of passage 代表的是 人从生命当中的 一个阶段 进入到另外一个 阶段的过程 有没有像今年 我们犹大新年 我们所在讲的 就是从生命当中 一个阶段 然后你要突破 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过程 所以没有经过成年礼 男孩在心智上面 会长不大 你知道女生 在生理上面会有月经 所以当他们第一次 月经来的时候 妈妈跟姐妹 会透过这整个过程 可能是姐姐 通常是姐姐 透过这整个过程 帮助他们了解说 我现在是一个女人 我已经不再是女生了 可是你要知道 男性在生理方面 却没有那么明显的经历 我们跟女生不一样 我们并没有这样子 一个生理的经历 不过呢 现在又很烦了 我要分享一个 类似的经历 我自己类似的经历 快四十年前 当我国中发育的时候 因为下面开始长毛 所以呢 就很痒 很不舒服 然后你知道 我很不舒服 我就跟我妈妈 爸爸妈妈说 爸妈 我下面超痒的 好难受 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很痒 可能是因为我是长子 我爸妈没有经验 他们竟然在那个礼拜 把这件事情登在 台北灵阳堂 桌报的代导式上上面 那个礼拜 台北灵阳堂的 桌报上面写说 周迅光弟兄 下体很痒 请大家为他祷告 那个礼拜天 每一个人都来问我怎么了 还好吗 聚会完之后 我真的超想一头撞死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牧者的孩子在教会里面 真的很惨 你要知道对男生来说 如果没有父亲的引导 那我爸爸怎么会这样做呢 你真的是主啊 没有父亲的引导 这个成为男人的通过 礼礼呢 就会变得很模糊 就是这个成年礼的 这个概念就会变得很模糊 这犹太人会帮儿子办成年礼 非洲人可能会带儿子去打猎 向所有的族人证明 他现在是个男人了 可是缺乏父亲的男孩 因为没有经过 这个成为男人的过程 所以总是害怕失败跟挫折 并没有办法成为 一个真正的领袖 所以呢 你知道吗 成年礼是跟父亲有关的 父亲这个角色有关的 第二个我们来看 犹太人的成年礼是家庭 甚至是家族 跟整个社区的大事 你知道犹太人 他们的成年礼是家庭 甚至家族 还有整个社区的大事 意味着成熟跟责任 他们会称成年礼的 男孩跟女孩 叫做戒命之子 或是戒命之女 表示他们从此之后 要为自己遵 要为自己遵行神的戒命 来向神负责 成年礼之后呢 父母就要学习放手 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要进行成年礼的男孩女孩 还要在犹太会堂里面上讲台 读妥拉经文 带领部分崇拜仪式的进行 他们还得要预备一篇讲道 用神的话来教导台下所有的会众 包括他们的父母 家人 师长 跟拉比们 这不但可以训练他们的自信心 也对所有台下的人 传达一个信息就是 你们眼前的这个青少年 已经不再是孩子 而是值得被敬重 跟可以独当一面的成人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 就是他们让他讲道 讲道的时候呢 就透过这个 就说你们现在在你们面前的 这个青少年 已经不再是孩子了 他是值得敬重 并且可以独当一面的成人 你想想看 当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们都要 身为父母 我们都要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要留心 你知道我老婆 都会常要求我 要看着小尊 因为有些时候 我很忙在看手机 处理性的时候 他就要我要看着小尊 注意他要跟爸爸说什么 虽然到今天 我还是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可以 注意他要说什么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 真的很妙 爸爸跟妈妈不一样 很多的时候他会找妈妈 可是呢 当他完成成就一件 他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的时候 他一定找爸爸 他一定要看爸爸在哪里 很妙 他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他就会转过头来 要看爸爸在哪里 他不是要看妈妈 所以你知道 这个时候我老婆就会说 你赶快看他 他现在在看你 你要看他 要肯定他 小孩子都是这样子 连小孩都是这样子 可是如今透过成年里 孩子在身份上面 就转变成大人了 然后他现在 你看在这个犹太人成年里面 他还站在我们面前讲道 还站在我们面前教导 我们岂不是应该 更仔细来听他们所说的吗 我要告诉你 其实很多的父母 常犯一个错误 就是常常认为孩子还小 我们都觉得 我们的孩子 永远是小孩 OK 我们认为我们的孩子还小 连光哥整个新东哥 都已经50岁 跟快50岁了 都还是常被当成孩子 你知道吗 因为这些的 叔叔伯伯阿姨 是看着我们长大的 所以他们一直到今天 我已经50岁了 可是他们看我们的时候 还是看我们像孩子一样 然而成年里的举行 对家长是很大的提醒 就是要告诉你 孩子长大了 孩子长大了 当然我觉得 长大成熟是一个过程 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在成年里那一天 你的孩子就已经变大了 不是那个意思 他进入到一个 长大成熟的过程的里面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一件事情 孩子长大了 也就是父母跟众人 能够不断地调整自己 来合一地对待他们 意思是说 当孩子在身心灵 不断地成熟的时候 父母也要跟着成长 我再说一次 当孩子在身心灵 不断地成熟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其实很多的时候 是我们没办法放手 我们没有跟着一起成长 最后呢 成年里结束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盛大的 庆祝宴会 为着这个 青少年 他已经成为成人的 这个成年里 他们会办一个party 第三个 我们来看 成年里的目的是 父母为成长中的孩子 预备环境 让他们进行自我探索 找出神 早已经摆在 他们生命里面的宝藏 这个超级重要的 他的目的是要 让父母可以为孩子 预备环境 我跟大家预告一下 11月中的时候 当我们进到这个 梁阳山庄的时候 我们会办 英人奉献礼 不好意思 英人奉献礼 跟成年里不一样 但是我们会办 英人奉献礼 我们已经超级久 没有办了 所以我们会办 英人奉献礼 终于我家小尊 可以 好 感谢主 然后呢 可是成年里的目的 是父母 很重要是父母 为成长中的孩子 预备一个环境 所以让他们 可以进行自我探索 找出神已经摆在他们 早就摆在他们 里面的那个宝藏 这也是ID走入命定 里面所说的 关于你的热 你知不知道你的热情 你的负担 你的恩赐 优势 跟你的呼召 我告诉你 其实很多的青少年 他们对自己 是很敏感的 女生会说 我的头发 怎么那么卷 怎么不是直的 或者是 他们会说 我怎么那么胖 或是我的嘴唇 厚一点会比较好看 男生其实 我要跟大家说 也差不多 事实上 青春期的孩子 还不懂得怎么样 接纳自己 但是通过成年礼 可以帮助他们 走上一条 发现并且 接纳自我的旅程 学习用神的眼光 下一张 OK 透过成年礼 可以帮助他们 走上一条 发现并接纳 自我的旅程 学习用神的眼光 来看待自己 直到我受造 奇妙可畏 OK 他们开始学习 认识自己 发现自己 探索 然后呢 以至于他们会 接纳自己 接纳自己 OK 因为什么 因为 像一张 找到并且 接纳自己 就是向创造你的天赋 献上感恩 如果你可以 找到自己 认识自己 并且你会 接纳神所创造的你 就是向创造你的天赋 献上感恩 这是为什么 成年礼 这么重要 我要邀请你 用成年礼的眼光 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 然后呢 同时也来看 耶稣跟大卫的成年礼 我们来读 罗马书第八章 十四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因为蒙神的灵 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接受的 不是奴仆的灵 使你们仍旧惧怕 你们接受的是 使人成为四子的灵 使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亲自 和我们的灵 一同证明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来看 耶稣的成年礼呢 其实我要你用 成年礼的眼光来看 这个罗马书第八章 最安经文 耶稣的成年礼呢 是在马太福音 第三章 十六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耶稣受了洗 立刻从水中上来 忽然天为他开了 他看见神的灵 好像鸽子降下来 落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让我告诉你 成年礼一定有一个来自于父亲 在众人面前的宣告 我再说一次 成年礼一定有一个来自于父亲 在众人面前的宣告 然后呢天父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接着呢就是什么 圣灵的脚管 圣灵的充满 我看见大卫也是 虽然当撒木尔要来高 以色列的下一个王的时候 大卫的爸爸刻意忽略他 大卫的爸爸没有把大卫找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我们肉身的父亲 可能也会忽略我们 或者是他们没有帮我们办成年礼 但是我告诉你 天上的父亲 却不会忘记我们 就好像他没有忘记大卫一样 我记得好几年前 Chris Founder牧师就是写那本 我们最近在推的 维富奇异那本书的 Chris Founder牧师 他就问我爸爸 他说 你把你15岁跟13岁的儿子 都送去美国 等他们回来都大学跟研究所毕业了 是吗 我爸爸说对 他笑的说 你怎么那么爽啊 竟然跳过你孩子最叛逆 最难搞的青春期 所以他就跟我爸看 你怎么那么爽啊 你知道其实父母到 这个孩子的青春期 这个当中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挑战 然后他就说 你怎么那么爽 把你跳过你孩子的叛逆期 跟这个青春期 我知道是神感动 我的爸爸妈妈 把我跟整个放在美国 我知道是神真的有这样跟他们说 但是我们当时的感觉 却是被遗弃 被忽略了 我从来没有经过成年礼 我要告诉你 你以为成年礼就是受洗也不是 我跟信用哥国中就受洗了 可是我跟你guarantee 我们那个时候 那个不叫成我们的成年礼 OK 直到我经历到成年礼 直到我25岁 天父让撒末尔叫耶稀 把大卫找来 妙的是 大卫当时还只是一个放羊的青少年 他才十几岁而已 所以我要告诉你 成年礼跟年龄无关 跟年龄无关 然后呢 在他所有的兄弟 在大卫所有的兄弟跟家人面前 然后撒末尔就告他为王 不管他的父亲跟全家人怎么想 他就是告他为王 他就是宣告 这个人以后要做以色列的王 告诉你 不管他的父亲跟其他的人 在场的他的兄弟 是怎么样想的 但是天父跟大卫属灵的权柄 撒末尔就是要当众宣告他的身份 然后用于预表圣灵的油来高摩他 因为圣灵是使人成为四指的灵 我再说一次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圣灵是使人成为四指的灵 他就用圣 就是个高友 高他 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 我们继续往下读 请 既然是儿女 就是后嗣 是神的后嗣 也和基督一同做后嗣 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 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从儿女的身份 要成为跟耶稣一样 继承产业的儿子 他必须要经过试探 属灵征战 还有受苦的过程 我再讲一次 要从孩子成为可以继承产业 像耶稣一样继承产业的儿子 你必须要经过试探 属灵征战 跟这个受苦的过程 第十八节十九节 我们来读 请 我看现在的苦难 与将来向我显出的荣耀 是无法相比的 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 神的众子显现出来 他说被造的万物都热切的渴望 神的众儿子 那些成熟的儿子可以显现出来 那我要告诉你 没有经过试炼 受苦跟征战得胜 你永远都等不到 神成熟的儿子的荣耀彰显出来 我再说一次 没有经过试炼 受苦跟征战得胜 你永远 不管你怎么样迫切的渴望 你永远都等不到 神成熟儿子的荣耀 彰显出来 而耶稣就是如此 我们来看耶稣 马来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他受洗圣灵 浇灌他的身上的时候 降他的身上的时候 随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读 请 随后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战 我们刚刚所读的 凡被圣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圣灵把耶稣带进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成年里有一个考验 就是圣灵会将孩子带到旷野 胜过仇敌的试探跟攻击之后 才会长大成熟成为儿子 没有经过这个 耶稣就没有办法出来服侍 我再说一次 没有经过这个 耶稣就没有办法出来服侍 直到路加福音第四章 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 就暂时离开了耶稣 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不只是因为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也不只是因为耶稣被圣灵充满 而是他是被圣灵带领到四十天 尽时祷告的受苦与征战 而且当他赢了之后 他胜过仇敌了之后 他满有圣灵的回归 跟你旁边的说 你要满有圣灵的回归 当他满有圣灵的回归的时候 耶稣他的侍奉才开始 我要告诉你 大卫也是一样 不只是桑木尔告他为王 而且他历经打败格利亚 并在十多年的逃亡当中 他面对可以直接杀死扫罗的试探 却没有得罪神 过程当中 这个逃亡过程当中 他被同胞背叛 被敌人拒绝 甚至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们所有的人的妻儿跟财产 都被夺去了 连他用生命带出来的勇士 这个时候都万恩负义的 想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可是大卫却靠着神刚强站立 他靠着神服侍他自己 不但把一切都追了回来 还因此通过了神 最终的测试 而成为了以色列的王 神又给他一个考试 是的 神会恩告你 神会向你宣告说 你是他的爱子 他所喜悦的 可是每一个神的孩子 都要经过这个考验 都要经过这个试炼 罗马书第八章 22节到23节 我们先来读 请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 迟到现在痛苦身影 不但这样 连我们这些 有圣灵作为出手果子的人 自己也在内心叹息 热切期待成为四子 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数 有圣灵作为出手果子 你已经有圣灵作为出手果子 在你里面了 为什么你还在内心叹息 我们刚说读到的经文 有圣灵作为出手果子的人 为什么你的内心还在叹息 期待成为四子呢 因为被圣灵充满 不代表你会成为 继承产业的儿子 我再说一次 光是被圣灵充满 不会代表你能够成为 继承产业的儿子 因为我15岁就被圣灵充满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 离成熟还非常的遥远 离我成熟 就是讲还非常的遥远 罗马书第八章26 27节 我们来读 我告诉你 圣灵就是最好的保姆 圣灵就是最好的保姆 他教我们祷告 也就是方言祷告 是长大成熟的关键 当你领受圣灵 被圣灵充满 圣灵要带领你 而祂要给你一个新的语言 就是方言 而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你才会 灵里面才会更多的长大成熟 门徒也是被圣灵充满 可是你要知道 当耶稣走之前的时候 耶稣也向他们吹记说 你们领受圣灵 记得吗 你们领受圣灵 可是那个时候 他们其实还没有真正 经过他们的成年礼 一直到他们后来 当耶稣升天之后 他们被圣灵充满 他们说方言之后 他们才经过他们的成年礼 罗马书第八章28节29节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一起来读 请 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 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 万事都一同效力 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 他就预先命定他们 和他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 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兄弟中做长子 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模板 就是不是做你所想的自己 而是做神所想的你 也就是像基督 我再说一次 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模板 没有错 神接纳你 可是神就是因为太爱你的 祂不要你继续的像现在这样子 祂要你怎么样 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像耶稣 OK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 我们继续往下读 我就说了 整章都是罗马书 第八章 我们来读 请 他预先命定的人 又呼召他们 所招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使他们得荣耀 OK 我现在好像讲到第六章的时候 差不多了 以后我要写六章以内 我的脚现在已经好 没关系 继续 好 OK 我现在讲到第六章 差不多了 以后要写短一点 好 来 这个地方说 预先命定的 OK 呼召跟称义 讲的都是 你是神的孩子 你是神孩子 神儿女的这个身份 可是我要告诉你 得荣耀的只有儿子 我再说一次 命定 呼召 然后称义 这些都是神的儿女会有的 但是 唯有儿子才会得荣耀 再一次 神呼召你 称你为义 都是白白的恩典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们得荣耀 是关乎我们 有长成基督 丰富的 声量 唯有当你长成基督 丰富的声量的时候 我们才会得荣耀 如果你有 长成基督 丰富的声量的话 你有成为儿子的话 罗马书第八章 三十一节 我们来读情 既是这样 我们对这一切 还有什么话说呢 神若为我们 谁能敌对我们呢 神若这样为我们 何而本是说 如果神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来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领受 天父 来下一张 天父救儿女 却只帮儿子 你慢慢回去 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天父他会救儿女 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 耶稣永远 只有是他的救主而已 因为他没有长大成熟 他的人生 从一个危机 进入到下一个危机 一直都是危机 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来找我们这些牧者 没有需要的时候 他去过他自己的生活 没有错 天父是为救儿女 因为他蛮有慈爱怜悯 但是耶稣 但是天父只会帮儿子 只会帮儿子 若他们抵挡我们 若神帮助我们 有谁能抵挡我们呢 我再说一次 这个这句话是对儿子说的 若神帮助我们 有谁还能抵挡我们呢 OK 好 33节39节 我们来读最后了 请 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我们为义了 谁能定我们的罪呢 有基督耶稣死了 而且复活了 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迫害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漏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正如经上所记 为你的缘故 我们终日面对死亡 仍看我们像带宰的羊 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 我们在这一切事上 就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有能力的 是高天的 是深渊的 或是任何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 主耶稣基督里的 我告诉你 这一段 我们只能读的这段话 它的意思是说 经过成年里的儿子 就是这么的强大 这段话在讲的就是 只要是经过成年里的 这些的儿子们 他们就是这么强大 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叫他们 与神的爱得绝 而且若神帮助他们 有谁能够抵挡他们呢 这个世界 所有的受造万物 就在等这样子的人出来 再等这样子的人出来 我刚说了 我的成年里是发生在 我25岁 在新加坡读圣经学院的时候 就在我最黑暗 最低潮 最混乱 状态最糟的时候 我有了耶稣受洗时的经历 神在敬拜的当中 对我说 你是我所爱 我所拣选的 我从来都不后悔拣选你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放弃你 我也不放弃你 你能够为我做伟大的事 因为我相信你 一直到今天 在我状态最糟最差的时候 耶稣还是对我说 你是我所爱 所拣选的 后来呢 神透过一次的祷告会 让我看到一个 关于年轻人的意象 神就问我说 你愿意回到台湾 为我兴起一个年轻人的 大能军队吗 然后我告诉你 这是神给我的呼召 可是除了身份 你是 你是我所爱的 我所拣选的 跟呼召 我告诉你 成年礼还关乎征战 还关乎征战 我记得 我去读圣经学院的时候 一月底 开学第一天 他们就告诉我说 五月会有一个叫做 康迈克牧师的人 来教我们赶鬼释放 而且这个过程 要整整两个礼拜 白天为我们释放 晚上变成我们要去 服侍教会的四个牧区 每一天有1500个弟兄姐妹 我去了第一天 他们就告诉我这个事情 我听到吓死了 因为1998年 1998年 我跟你讲 我真的老实跟你说 1998年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这世上有鬼 我根本不知道 这个世上有鬼 我以为鬼片 都是假的 因为我看的是 太那种 evil的鬼片 我爸妈也不会让我看 所以我看的都是那种 暂时停止呼吸 或什么 之类的那种 所以我都觉得 鬼片是假的 怎么会有鬼 你知道圣经里面 没有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里面是有赶鬼 我很诚实跟你说 我觉得赶鬼 就跟红海分开一样 只这么离我那么遥远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 看过什么赶鬼 我们的教会里面 没有什么赶鬼 没有这样子的聚会 然后我跟你讲 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 禁食跟方言祷告这么多 因为我怕我太弱 破口太多 白天被赶 晚上去服侍人的时候 我里面的鬼 还继续跑出来 你无法想象 在赶鬼特会前面的 那四个月 我有多紧张 多恐惧 因为我一月 第一天我去的时候 就知道 五月这个事情要发生 我这四个月 我有多紧张 多恐惧 结果康迈克牧师 来的第一天 我真的被吓到了 因为平常温文儒雅 温柔可爱的同学们 全都在上演大法师 每一天早上的 康迈克牧师 在教课的时候 真的都是鬼哭神嚎的 这些同学 全部变得跟疯子一样 每天晚上的特会 我们所有的学生 都被要求 要做赶鬼释放的同工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我都想要唱 我能去哪 无处可逃 我真的很想逃走 但是我们是学生 我们被逼要点名的 我真的超挫的 两周每一天 我都进食祷告 我就说我这辈子 从来没有进食祷告 那么多 每一天我都进食祷告 每一天冲早的时候 都不断地为自己 做捷径祷告 可是两个礼拜完了之后 我第一次知道 满有圣灵的能力 是怎么一回事 我真的知道 圣灵里面在讲 满有圣灵的能力 在讲的是什么 我15岁都被圣灵充满 可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什么叫圣灵的能力 我现在开始知道 满有圣灵的能力 在讲的是什么 接着6月 我面对我人生 当中最怕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 彼此害怕 就是要在人面前讲道 还要再短短一个月 除了上课考试 还要讲7篇不同的道 我第一次讲的道 连康熙牧师都笑了 因为我根本就在模仿他 大家搞不清楚 我是在讲道 还是在表演模仿 第二次呢 我是在我最喜欢的牧者面前 我把预备超久的道 讲得超烂 直到我第三次讲道的时候 我才经历到突破 真的相信神对我说 讲道就是你的命定 我的最后一关 是在我毕业的前两周 就在我认为我已经预备好 要回台湾 带下复兴的时候 你知道多大的抱负 那个时候呢 上课 作业 考试 讲道 大大小小的服饰 我们有好多数不清的聚集 然后毕业典礼的彩排 全部都排山倒海的压在我身上 我被彻底的压垮 到一个地步 我对学校 对每一个牧者领袖 甚至对神 都充满了苦毒怨恨 可是仇敌又一直控告 定我的罪 他说你这样还想要全职服侍 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 在那五个月的当中 所有我在圣经学院 学到不要有的心态 我那两周不但全部都有了 还满意出来 就是不应该要怎么样子的态度 不要有怎么样子的心态 我全都有了 我全都经历 而且从我的里面满意出来 我每天难过痛苦 只想直接放弃 我每天晚上都在哭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 彻底的失败者 跟没有来圣经学院之前 我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就在最后一周 有一个牧师在讲到考试完 他看我怪怪的 就来找我谈 当他找我谈的时候 我瞬间崩溃 放声大哭 我完全不记得他说了什么 我只记得从那一刻开始 有一个超赞的盼望 跟信心进到我的里面 我知道在那一刻 我认为我状态最糟的时候 我通过了我的成年礼 一直到今天 我都不会忘记 1998年那五个月 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长大成熟跟年龄无关 而是与你有没有经历 天父家的成年礼 是有关的 今天我分享的就是 我父家的成年礼 成年礼也不代表 你已经长大成熟了 而是你愿意 委身于你生命的成长 并且你愿意承担 这个家的责任 我想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 就是明年暑假 我们会举办一个 为大专生 为期六周的 青年大卫营 我要跟大家说 这不是青年牧区 不是我们 是整个林良大家庭 我们要办一个青年大卫营 这个大卫营是我想的 如果你们可以想到更好的话 欢迎提供给我 因为我是觉得 大卫不是被追杀吗 然后呢 就是 然后他在那个什么 旷野亚多兰 然后他就 他就兴起一批大卫的勇士 还记得吗 大卫的勇士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想要讲大卫营 然后你知道 美国有一个叫大卫营 是总统度假的地方 叫大卫营 但是我跟你保证 你来参加这个大卫营 绝对不会像度假一样 OK 好 围棘六周 而神对我说 当我第一次听到 有一个牧者 在分享这个异象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是我们使徒团队的 其中一个牧者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神就对我说三个字 就是成年礼 神对我说成年礼 你要知道 无负的其中一个咒诅就是 现在所有的年轻人 都没有经过成年礼 没有经过成年礼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 下一张 目标 带出热切敬拜祷告的门徒 可慕实践真理的门徒 追求认识身份的门徒 实践大神明的门徒 下一张 计划 对象七十位可慕 跟随耶稣的门徒 暑假 暑期六个礼拜 四十天 然后六周训练 加上一年 在各教会 尾声服事 下一张 这就是大家可以 稍微看一下 我们都还会做调整 整个营会的内容 第一个礼拜就是清纳特会 所以他们一开始 就要在清纳特会的里面 就是他们的新生训练 然后在清纳特会的当中 他们就要来参与服事 然后接下来 二周 三周 四周 都是训练 他们会被 关在一个地方 然后在一个地方 当然周末都可以回家 我先讲 周末可以回家 然后 还没有完 第五周 就是会开始去到 所有的这些福音队的里面 所以只要有分堂 或者是这些 比较有需要的 偏乡的 或者西海岸那些的分堂 跟我们提出邀请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些的人 他们就会按照他们的队 分去这些不同的 这些的分堂 来办这个福音队 最后一周 就是青年步道 我们会聚集在台中 那个地方 做一个礼拜的青年步道 最后礼拜六 礼拜天 就会有青年的步道会 步道晚会 然后礼拜天 最后会有节夜典礼 这就是这个青年大卫营的一个 好 来 这个就大概 大家稍微看一下 操作的这些东西 然后真理的实践 我们会做什么 然后下一个 认识身份 其实这两句话好像一样 好 来 下一个 实践大使命 我们会有福音小队 福音操练 然后很多的这些东西 下一个 造就团队 恩赐的操练 组织架构 团队运作 下一个 好 我相信这批大专生 在这个成年礼过后 我们是针对大专生 不管是身上要升到大学 或者是大学应届的毕业生 我们相信这批大专生 在这个成年礼之后 不会再看自己是孩子 来 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这个聚会的里面 在上个礼拜的那个聚会的当中 知道答案的不要讲 知道答案的不要讲 你知道全台湾灵粮堂 有214间 我们全世界有600多间分堂 全台湾就有214间分堂 你猜 这些的教会当中 有超过20个大专生的 有几间 你猜猜看 我们有200 全台湾214间分堂 有超过在你的教会的里面 有超过有20个大专生的 你知道有几间 七间 我现在告诉你 我们自己的 我们有超过20 我们有超过 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有超过20 我们有超过20 但是我告诉你 我现在告诉你 我们现在大专生的人数 可能都比不到 信用哥以前自己带那一区 我们那个时候有 亲一亲二亲三亲四 都比不上我们 那个时候信用哥带一区的里面的 大专人数 你就知道 我真的感觉到是神的时刻到 是神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刻到 我们来读保罗 他怎么对提摩泰说的 提摩泰前书 第四章12节 我们下来读 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心和纯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我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 神的教会 很多神的儿女们 需要经历 这个成年礼 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我不是说只有那个东西 才是唯一的方式 去读生培也是 怎么样去装备你的生命 很多都是 加入在我们的服事的团队 可能也是 我不知道 对你来说成年礼是什么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 神告诉我说 有很多的人 连成年礼是什么都不懂 没有经过这个成年礼的过程 可是我却相信 神要他的教会 神要他每一个儿女 可以长大成熟 可以成为儿子 在这个我天父的家里面 好吧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 每一个人都把眼睛闭起来 每一个人都把眼睛闭起来 我要你问圣灵 你有经过这个 成年礼的 仪式吗 我不是说的一个外在的仪式 但今天当我在分享 这个成年礼的概念的时候 它是一个天国的概念 它是一个家庭的概念 可是我想要你问圣灵 我有经过 这个在神的家中 成年礼的过程吗 还是我仍然像一个孩子一样 我有真正的长大成熟 或是委身于我 长大成熟的这个旅程 我有愿意 跟着在家中的父亲 还有兄长 一起来承担这个家的责任吗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不要再让这个世界 看你还是没有长大的 受造万物 迫切渴望 神的种子显现出来 这个世界 他在等你 等耶稣基督 放在你里面 阿爸天父 放在你里面的荣耀 可以彰显出来 孩子没有办法彰显出来 我有当你愿意为生 做一个真儿子的时候 神儿子的荣耀 就会透过你 让这个世界看见 你是这个世界 所渴望的 所在等候的 我感觉到神 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的里面 正在做这个催逼的工作 你仍然可以继续坐在那个地方 你仍然可以躲回到 你舒适的空间 可是我感觉到圣灵在催逼你 你愿意跨出那一步吗 其实第一步 是神为你做的 因为祂要对你说 你是祂的爱子 是祂所喜悦的 可是接下来 圣灵会把你带到旷野 会把你带进到 你生命当中的试炼 试探 属灵征战 还有挑战的里面 我要问的问题是 你愿意让圣灵来带你吗 凡被圣灵引导的 不是在问我的牧者 我该做什么 不在问我的领受 我应该做什么 这些都很好 这些也没有冲突 可是我要告诉你 一个儿子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凡被圣灵引导的 你有没有去敏锐 圣灵给你的感动 敏锐圣灵 祂会像上个礼拜 杨文杰所分享的 用那个微小的声音 来带领你 祂会赐给你平安 祂会让你知道 你所走的路 是天父所喜悦的 最后我也想要 在我们当中 所有做父母的 或是做领袖的 你也是属灵的父母 你能不能够用成年里的 这样子的观念跟眼光 来看待你的孩子 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放手 我们想要掌控 或者是我们 从来都不用尊荣的眼光 来看待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觉得他们还小 我们想尽切的办法 要保护他们 可是却不知道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永远没有办法 长大成熟 他们永远没有办法 承担责任 他们永远认为 是父母要为他们的生命 来负责 他们要所有做父母 所有做领袖的 我们真的需要求生 来帮助我们明白 我们要兴起的 不是一整个世代的孩子 我们要兴起的 是真正长大成熟的儿子 长大成熟的女儿 是能够在这个家里面 一起来建造 一起来服侍 一起来承担责任的 好吧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我们要来敬拜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这也是我们的祷告 主耶稣 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跟向你 就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满有基督 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新香之籍 耶稣我们赞美敬拜你 阿爸天父 赐下圣灵 做成这样的工作 站立在你左前 站立在你心事面前 你双手领我 走出狂野 看见你为我所预备 光照在黑暗里 是脸上 八字都挪去 你花雨如今 我 엣灵 脸上去 我猶死 我猶死 你花雨如今 我猶死 你花雨如今 我要贴近 帖近你心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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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身如你 并发如你 此事如你 更靠近你 我屈胸定 神明 似身如你 奉献的生命 我要离手 祢祈求对我的心意 我心渴望荣耀如祢 圣洁如祢 基督耶稣 我坚属于祢 圣灵耶稣 就让那生命圣洁 荣耀就像你一样 光照在黑暗里 光照在黑暗里 是脸上帕子都挪去 你话语如今 恋情瓦醒 荣相加荣耳 你生命 我要贴近 贴近你心跳的声音 此时如地 无法忽逆 更靠近你 活出神力 奉献的生命 我要离手 我要离手 祢祈求对我的心意 我心渴望荣耀如祢 圣洁如地 基督耶稣 我全属于祢 我们同学 看我们自己来祷告 我心渴望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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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不知 心渴望荣耀 心渴望荣耀 渴望荣耀 永恒 在你手里 我放下自己 带暇醒 你带唱自我心渴望荣耀 我心渴望荣耀 自行渴望荣耀 上自行渴望荣耀 我要贴近 贴近你心跳的声音 思绪如你 步伐如你 更靠近你 我出 想你 奉险的生命 我要零首 我要零首 你起初对我的心意 我心渴望荣耀如你 神节如你 基督 耶稣 我全属于 好吧 最后在我的里面 有两个感动 一个感动就是 我记得当我全职服饰的时候 我二十五岁 当我接青年牧区的时候 成为青年牧区的区牧长的时候 我还不到三十岁 我可以感觉到 在我二十五岁的那五个月 我的生命快速地长大 我一直在逃避 我这一辈子一直在逃避这个家 逃避台北两堂 可是当我长大成熟 当我经过我的成年里 还没有长大成熟 我经过我的成年里的时候 我真的知道这个地方是我的家 这个地方是我要用我的生命 跟我的父亲 跟我的兄长们 一起来建造的家 我想要邀请在我们当中的 你知道我里面有个感受 就是很多的时候 在我们当中里面做领袖 你已经做领袖了 你可能在负责一个团队 一个部门 可是你的心还在 看着整个光哥 跟信众哥 神在对你说 你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神认可你 神肯定你 但是你仍然没有肯定你自己 接纳你自己 跟你做的事情没有关系 而是跟你的心态是 主啊 我是不是一个真的儿子 在这个家中 我愿不愿意承担起 这个家里面的责任 我感觉到 在我们当中有些的人 神要对你说 你已经长大了 不要一直在看你上面的领袖 不是说你不需要他们 他们会陪伴你 他们会跟你一起走 但是现在是你开始承接责任的时候 现在是你要长大成熟 去冒险的时候 现在是你要去做 你的父亲是那位天父 他托付给你 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情 这是我里面的第一个感动 然后呢 我想要 请信中哥可以上来吗 我想要请信中哥 来为这样子的人 来继续带我们祷告好吗 我把时间交给信中哥 好不好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 儿子跟孩童的差异 就是在于责任 你知道吗 责任它还包含了产业 很多的时候我们渴望神的产业 天国的产业可以落在我们的身上 但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个责任感 可以承接起来 当我们说神啊 把你一切荣耀的丰富 现在充充满满的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时候 你是否领受了一个 长成的基督在你的里面 那一个丰盛 会带领你突破一切 你不能突破的事情 那个长成的声量 让你看见不一样的眼光 你会有不一样的抱负 你会走到世界的尽头 很多的时候 那都不是我们能够说我可以 很多的时候都是神 把他托付给你 而你说我愿意 今天仿佛好像我们到了一个 受洗典礼一样的概念 神在问我们说 你是否愿意 承担起基督 所赋予教会 及儿女的责任 无论是高山或者是低谷 无论是贫穷或者是富足 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 你都永远走在这个异象的里面 承接起我父的家的责任 你会说我愿意吗 承担不代表我们能够 承担是代表我愿意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为自己来祷告 说神带领我 主啊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 主啊就把那个责任交在我的手中 主我愿意接起来往前奔跑 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来祷告 到爸爸的面前 听听看爸爸要教给你什么 听听看爸爸要按手在你的身上 要赋予你什么样的权柄 降伏在父亲的面前 让他告诉你你是谁 你要成就什么荣耀的工作 开口在他的面前说爸爸我愿意 你不能再看她的名字 你不能再看她的名字 求你什么样的权柄 下一个名字 就把你见过 你能听听看你 你能听听看 很多时候我们在承担责任的时候 跟我们的年纪是无关的 我看过十几岁的孩子 他们就能够承担责任 我也看过四五十岁的大人 他们完全无法承担责任 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永恒的确据跟盼望 就是你在父亲的家里面 要有份这一件事情 跟你在职场做什么工作 其实是无关的 当你知道你在父家里面有份的时候 你就会带着这一份去到你的职场 带来改变 所以你不是一个worker 你是一个son 你不是一个去工作环境里面 努力打拼赚取财富的人 你是去治理的 你是带着权柄去到你的学校 跟你的职场去治理的 爸爸是要把天上的权柄赋予你去治理的 而不是你去那边工作赚取那微薄的薪水 来养家 这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mindset 那就是儿子跟孩子不一样的mindset 亲爱的连虫的所有弟兄姐妹 你们真的是在一个父亲的家里面 成熟的 而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你要问爸爸 我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如果你在职场里面 你还只是一个 你认为你是一个职员 你在为别人工作的 你还没有进到儿子的身份的里面 你不是为你的老板工作 你是为神来帮助你老板工作 当你看见你的重要性 跟你对公司的影响性的时候 你是带着一切的能力倾导 去祝福你的老板 祝福你工作岗位里面的每一个同事 跟你所带领的人 他们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氛围 他们会感受到你一点都没有在他们的周围 他们会是抱怨的 而是在他们的周围成全 帮助去支持 你的老板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常常在讲说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打带跑的一个板凳球员 到今天我50岁我仍然认为光哥跟整哥已经在场上打球 我仍然在板凳 我随时跳出去帮助他们 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想法会不会很微小 这样的想法会不会觉得自己很不重要 你错了 我一直觉得我非常重要 我想要跟你们表达的是 我不求我的荣耀 我求父的荣耀 跟我兄弟能够继续站在神的手中 成就他们荣耀的工作 我愿意assist 补足他们所不行的 跟他们所需要的 不是因为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很自卑说 神啊 你没有给我的那一份 我清楚知道神给我的那一份 就是去帮助他们 因为我在这个家里面 我身为一个做弟弟的 或者一个做哥哥的 我都想要帮助 我的兄弟们 走在他们生命的呼召的里面 因为我看见神托付给他们的那一份 而你是否看到属于你的那一份 那一份你只要站稳了 你就绝对有安全感 你根本不需要比较 因为你知道 你所带下的转化 是跟他们一起合作 看见团队性的转化 因此今天 我不知道光哥要把麦克风交给我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他每次麦克风交给我 我就拿起来了 我没有问他说 你干嘛交给我 你干嘛去赶飞机也不讲一声 但是我总是预备好 因为属于你的时刻 随时来到的时候 你要能够接起来 亲爱的家人们 新的一年 要有新的眼光 跟新的盼望 这新的一年 神会带领你突破又突破 他会打开一扇一扇的门 而他在问你 你敢承担吗 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 就被称为神的儿子 神的灵将要带领你 乘风破浪 在五七八四 开所有过去无法开的门 一扇一扇的打开 看看神摆在里面给你的惊喜 每一个惊喜 你都要拥抱起来说 神我谢谢你 原来你为我预备了这么久 就是要我打开这一扇能 而我们要带着信心跟勇气 承担起责任 记得责任越大 我讲得对吗 蜘蛛人怎么讲的 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记得你的能力 不是你自己的能力 是在你里面的那一个能力 记得圣经上面说 在你里面的 比在这个世界上更大 在你里面的能力 使你的责任更大 而你的责任 就是来拯救这个世界 哈利路亚 所以你预备好了吗 今天我要邀请你 把你的手按在两边人身上 拆拜他去拯救世界 好 不是 OK 祝福他能够拯救世界 同时你也要能够拯救世界 你不要说神啊我在这儿 请拆遣祂 而我们是祷告说 神啊使用我们这个家庭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我父的家里面 承担起责任 我们一起开口 为我们两边人祷告 我们一起在这个家庭的里面 我们一起来承担责任 是的主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奉耶稣去认明 宣告我父的家是充满荣耀的 基督祢就住在我们当中 把那一切丰盛的荣耀 显明在我们面前 住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 我们宣告主啊我们要得地为业 我们要跨进约旦河 我们要看见约旦河分开来 主因为你说应许之地就在眼前了 主一直祝福每一个在职场里面的色情 每一个人都能够开门 祝福每一个学生 在校园里面都能够开门 主我们祷告我们从神来的恩宠 使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师长 对我们的职场来说话 主我们宣告主啊 每一个职场不是来折磨我们的 是我们能够来治理的 主我祷告在我们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在治理的里面 我们奉耶稣祭命宣告 儿子的治理现在要临到这地了 所有的万物都切目了 等候儿子能够兴起来 今天我们宣告新的一年 儿子要兴起来了 宣告新的一年 儿子要站立在神的家里面 宣告神的儿子们 要兴起 使万物都不再继续的尘埃的里面 他们是能够看见盼望的 我宣告神的儿子站立起来的时候 万物都进到盼望的里面 所以我奉耶稣祭命祝福 无论是在现场或在线上的 每一个神的儿女 在新的一年里面 满有神的能力与智慧 充满在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让每一个人的肩膀都够雄厚 来扛起我父的家的责任 让我们能够看见 每次我扛起我父家的责任的时候 产业就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无限量的产业充满在我们的手中 使我们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尽都顺利 我奉耶稣祝福你们 愿耶和华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把一切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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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好不好 我也邀请所有的小组长们 跟我们的区长们可以来到台前 接下来我们交给家旧牧师 来做会后的服事 好 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 真的非常的开心 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呢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领受 在5784年门一扇一扇的开 让我们呢就是被神的灵引导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孩子 好的 那在这个 再来的过来的这个星期三呢 我们的中午线上小组 Inside Out 然后我们的许多的牧者 传道人我们会在线上 跟大家一起对谈 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的一些回应 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留下来 在星期三的中午12点半 让我们可以一起在线上小组 让这个信息呢更多的 让我们在心中回荡 并且实际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好 那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 下个礼拜我们线上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